小小健康家2 骂叔 你知道我拼了多久吗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 哇 竟然是我最喜欢吃的鸡子 骂叔 我们一起吃吧 好的好的 给 这块给你 好的 这块是我的 好吃 骂叔 对不起对不起 来 我帮你擦擦 擦干净就没事了 来 没事 那个抖干净就可以吃了 来 鱼儿 拿着 吃喝吃吧 鱼儿 你快吃快吃快吃呀 马叔 这个不能吃 为什么不能吃啊 马叔 你知道喷嚏里面有多少细菌和病毒吗 蛤 不是吧 打一个喷嚏而已 里面会有细菌和病毒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呀 好奇吗 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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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奇 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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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 我是细菌王中王 哈哈 我们现在在马叔的鼻子里面 今天是我们细菌兵团出装的日子了 哈哈 哎 什么细菌王中王 你这个小鱼儿 现在细菌兵团都要出装了 快点啊 好 我们出发 Go 嘿嘿嘿嘿 多跳几下 马叔就会打喷嚏 嘿嘿嘿 我们呀就可以顺着喷嚏 冲出去啦 哈哈 哈哈 嘿嘿嘿 嘿嘿嘿 这么高 肯定会干你啊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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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鼻子好痒啊 哈哈 星后来了来了 我们准备飞出去了 准备一起飞 哎 哎 啾 哇 太可怕了 原来鼻子里面有这么多细菌和病毒啊 哎呀 这还不算什么呢 可怕的还在后面呢 人在打喷嚏的时候呀 会形成一个小型的旋风 这些旋风里就会带着很多很多小飞沫 小飞沫上就附属着特别多的小飞沫 猪气菌和病毒 它们的目的就是传播急病 噢 马叔 看好了 噢 听我指揮 准备出征 神吃了这块ピザ 我们就入侵到它的山基里 噢噢噢噢噢 天哪 这也太可怕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对着食物 或者人打喷嚏了 可是 如果真的忍不住 想要打喷嚏的话 可以拿出纸巾 顾住 然后再 就可以了 不过千万要记得 拿出一些纸巾 丢进垃圾桶 然后再把手洗干净 可是如果当时身边没有纸巾 该怎么办呀 如果没有纸巾的话 就可以选择 用手肘 顾住口和鼻 然后 就可以了 谢谢月儿 以后我打喷嚏 没最为无助的 否则呀 既不礼貌 又不卫生 没错没错 马树哥哥 这样就对了 小盘前们 马树哥哥都学会了 你们学会了吗 对呀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